哈德逊走了,奥数学院却沸腾了起来。 甭管出身多么显赫的学员, 收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 奥数学院的赞助商很多, 王国至终财力雄厚的贵族, 都向他们提供过赞助, 可谁也没能够豪气到一至百万金帝。 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赶造哈德逊元帅的谣, 怕是不要命了。 莫曼没好气地说道, 作为大贵族子弟, 他知道的讯息远比一般学员多。 对普通人来说, 谣言就只是谣言, 但对于大贵族而言, 家族颜面重于生命。 要是事情闹大了, 迫于面子哪怕是假的, 也只能变成真的。 前些日子, 学院高层刚得罪了哈德逊元帅, 要是再来这么一出, 那可是要死人的。 被逼着掏出价值一百万金币的药剂, 正常人都忍不了, 何况还是位高权重的王国元帅。 敲住杠道, 都不敢这么狠。 堂兄, 你想得太多了。 这是学院发出的公告, 怎么可能是谣言呢? 按照公告上的说法, 这次技能比拼, 不光我们要参加, 魔法学院的学员也会参加。 考核方式非常简单, 制定一定量的魔金卡, 谁制作的魔金卡质量好, 速度快, 谁就是胜利者。 排名前二十的学员, 共同瓜分这一百瓶魔法药剂, 名次越高, 拿到的奖励越多。 我们还是快点行动吧, 晚了实验室被人抢光了, 想要找地方面手都难。 卡里姆催促道, 身处阿尔法王国, 就算是大贵族家里, 也不一定富裕。 哈什魔法药剂的大名想撤大陆, 真正享用过的却没几人。 限量销售只是其次,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太穷了。 以至于哈德逊放出去的高端魔法药剂, 几乎都被南大陆和中部的大贵族买走了。 王国一众贵族采购回来的药剂, 大部分都是给魔兽用的, 性价比要远高于辅助人类修炼的药剂。 同样的原料, 同样的配方, 添加的人族版哈什魔法药剂, 生产成本成本甚至还要更低一些。 别人炼药需要考虑剔除副作用, 到了哈德逊这里, 却是主动往药剂中加入副作用。 少了一道工序, 降低了魔法药剂的生产成本, 售价反而添上了一个零。 如此高昂的价格, 大家却觉得理所当然, 主要还是哈德逊宣传工作做得好。 剔除药剂的副作用, 本来就是困难重重。 全大陆唯有精灵族有这技术, 并且还只有屈指可数的精灵炼药大师能够做到。 有限的产量精灵族都不够用, 蚁元族和精灵之间的关系, 想要进行高端药剂贸易, 根本就不可能。 哈德逊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记录。 在配上, 魔法药剂大师亲自出手炼制, 巨龙负责控制火力, 大地之雄负责看护药炉的阵容。 就知道价格肯定便宜不了。 高昂的价格赶走了众多买家, 同时也让高端的概念深入人心。 反正买的人都说好, 预约订单已经累积到了三年后, 黑市上价格早就犯了呗。 事实上,买到的顾客根本就没有拿出去外卖的。 限额销售, 自家都不够用。 黑市上的卖家都是哈德逊的马甲。 能不能成交不重要, 关键是必须把价格炒起来, 让大家觉得买到就是赚到。 有冤大头接单, 就卖出几瓶药剂。 没有的话, 就由马甲小号自己玩。 什么?消息是真的? 快走,我们去。 说话间, 诺曼直接拽着堂地直奔实验室。 表面上抢的是药剂, 但聪明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露脸的好机会。 奖品如此丰富, 势必会引来王国一众大佬的目光。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 那就和同龄人拉开了质的差距。 无论是争夺学院的资源, 家族的支持, 还是未来在王国中的发展, 都是越早展露头肩越好。 藏桌不适合奥数学院, 从进入这里开始, 需要的就是锋芒毕露。 只要不是自呆拉仇恨属性, 暴露在了一众大佬的眼皮子底下, 都会更加安全。 打压、忌惮, 那完全是想多了。 王国正需要打手, 越是天才越受欢迎。 兽人大草原很广阔, 大家不介意草原上再增加一群新生贵族。 等增量丧失, 进入存量博弈的时候, 才是不择手段内卷的开始。 尼雾海域, 一人一雄一龙正在云端俯视四方, 突然三股气息冲天而起, 紧接着就是风起云涌。 马克西姆多远一些, 别被波及到了。 哈德逊急忙吩咐道, 亚斯兰特大陆居然出现雷结,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远一些。 要是不小心被波及到了, 皮糙落后的龙和熊或许没什么大碍, 他这个苦逼主人没准就成渣渣了。 一连退出二十里, 哈德逊死亡的危机感才慢慢消失。 幽灵船突破圣域, 这已经突破了他的认知范围。 王国的典籍他都翻遍了, 都没找到相关的记载。 万万没想到, 世界也有种族歧视。 马克希姆和贝尔斯登突破圣域, 直接在睡梦之中就完成了, 全程没有半点波折。 罗伯特突破圣域, 虽然找人护法了, 也没折腾出什么大动静, 无非是天地间的魔法元素活跃了一丢丢。 换成幽灵船, 直接送了雷杰套餐, 足以证明这些异类有多么不受待见。 按照正常的情况, 这三艘幽灵船是不可能突破的, 怎奈哈德逊给他们喂的太多了。 不光从沿海贵族们手中敲了一笔, 就连他从战场上收割的血气, 也全部成了幽灵船的资粮。 按照正常的情况, 他们就算把所有的海上船舶洗劫一遍, 都凑不出这么多资粮来。 天雷的威力如何, 哈德逊不得而知, 敏烈的寒风已经撕破了他的魔法盾。 要不是有贝尔斯登顶在前面, 或许他会成为第一个 从龙背上掉下去摔死的龙骑士。 当然, 更大的可能是被锋刃撕碎, 直接粉身碎骨, 连受尸的步骤都省下了。 惹不起, 躲得起。 这种热闹, 哈德逊老爷看不起。 在内心深处, 哈德逊已经开始为下方的三艘幽灵船担心, 好不容易才把他们给养肥了, 要是被折腾散架, 可就亏大发了。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避开了风暴之后, 哈德逊关心地询问道, 有一位龙皇在龙生经验上记载过, 一世界生物突破生育会遭遇雷劫, 貌似幽灵船就是外来物种, 具体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不知道, 反正传承记忆中第一次出现这祸, 已经是九千多年前。 马克希姆的画让哈德逊一喜, 自家这条憨憨龙居然找回了传承记忆。 在巨龙的世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没有传承记忆的巨龙属于二等残废。 虽然龙母可以教授传承知识, 但龙族的传承记忆实在太庞大了, 通常都是需要用了才去翻看。 缺乏传承记忆, 没有先辈们积攒的宝贵经验, 想要突破更高境界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自己作死搞丢传承记忆的马克希姆, 现在居然恢复了过来,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随即哈德逊的关注点集中到了九千多年前上, 从时间节点进行推算留下资料的龙皇, 很有可能经历过上一次万年大劫。 搞不好幽灵船, 就是上一次万年大劫中的遗留下来外来物种, 证明万年之节存在的产物越来越多, 可具体的资料却被抹去了, 这让哈德逊心中一沉。 人族这些短命种族, 想要篡改历史, 隐藏一些资料非常简单, 只要过上三五百年, 就能够将真相篡改得面目全非。 巨龙这些长寿种族则不一样, 即便是过了上千年, 当时龙都有可能活着, 除非杀龙灭口, 又或者是强行抹去他们的一段记忆, 否则很难保密。 看巨龙一族现在都活得很滋润, 就知道神灵不是万能的, 最少在这方世界中, 上古巨龙能跟他们过过招。 马克希姆, 你的传承记忆中, 这些外来物种肚结成功的概率高不高? 容不得哈德逊不关心, 这三艘幽灵船可是他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海军成长需要时间, 想要掌控制海权, 就必须出其招。 凶名赫赫的幽冥三王, 无疑是最佳帮手。 海上见不得光的脏活, 都可以让他们干。 不知道。 传承记忆中, 只是随口提了一句,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巨龙关心的, 没有哪条龙会去做统计。 马克希姆摇晃着脑袋说道, 雷杰还在继续, 哈德逊也只能交集的, 王国海军底蕴还是有的, 怎奈财力有限, 根本就没有发展海权的能力。 贵族司军同样指望不上, 强大只是相对而言的, 放眼整个大陆, 根本就不算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独龙岛再次露出了真容, 笼罩的迷雾被风暴驱散, 天空变得格外明亮。 潜伏在这里的幽冥三王, 此刻一个比一个狼狈。 原来微风凛凛的战舰, 现在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散架。 船上的幽灵, 一个个也无精打采地忙碌着, 仿佛在修复战舰。 晶晶只是站在远处望了一眼, 哈德逊就感受到了无尽的悲凉, 仿佛要彻底将这方世界吞噬。 见到主子来了, 狼狈的幽灵们急忙出来迎接。 为首的三名幽灵王最惨, 气息都有些不稳。 你们突破成功没有? 哈德逊关心地问道, 状态不好可以恢复, 反正王国不缺战争, 有的是血煞之气, 给他们充当成长的资粮。 关键在于, 境界只要境界上获得突破, 能量补充很快就能够完成。 丙主人, 我们成功了一半。 幸好您给我们准备的物资足够充分, 我们才能够度过雷劫。 只是刚才完成晋升的是幽灵船, 我们三个想要晋升圣域, 依旧需要领悟法则。 不过有幽灵船辅助, 我们领悟法则的速度, 要比普通人快得多, 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 幽灵王的回答, 让哈德逊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只要幽灵船突破就够了, 船上的幽灵不着急。 幽灵船向来都以兼顾著称, 胜域层次的幽灵船, 已经足以免疫大部分攻击。 欺负小兵, 实在最适合不过了。 除了胜域层次的强者, 能够给他们带来威胁外, 各国海军已经很难将他们剿灭。 就算是高调点拉仇恨,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反正幽灵死了可以复活, 想要把他们耗死, 先要看自己是否能够耗得起。 既然如此, 你们就先修复战舰吧。 争取早日领悟法则, 短时间之内, 不会给你们安排作战任务。 现在你们处于虚弱期, 必须要严加戒备, 尤其是大物散去的时候。 一旦被人看破虚实, 麻烦就大了。 若是发现情况不妙, 可以先撤往外海。 人类对大海的了解非常有限, 为涉足的陌生海域, 往往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境地。 敢深入探索的, 出发前是勇士, 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劣势。 恶劣天气, 魔兽, 海族, 这些都是敌人。 想要深入远洋, 除非造船技术进一步突破, 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 就比如刚才的极端天气变化, 风暴中夹杂着锋刃, 普通船舶很快就会被撕碎。 只有少数配备魔法阵的军舰可以抵挡, 但也免不了船体受损。 最麻烦的还是成本, 魔法阵启动一次, 上百枚魔晶就没了。 多坚持一会儿, 就是数千金币的开销。 如此吞金巨兽, 拿来进行海洋探索, 实在是太伤钱了。 要是发生意外, 损失就更大了。 除非是真爱, 否则都会三思而后行。 不过, 奉献只属于普通人类, 幽灵船这种生物, 从来都是别人的风险。 兽人大草原, 经历了一轮杀戮之后, 皇族竞争也到了关键时刻。 三位, 不能继续这么下去了。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无数没有资格参与绝逐的中小种族, 现在也被卷入其中。 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就有上百万兽人, 死在了内斗之中。 这些都是帝国的元气, 要是我们再不采取措施, 任由他们进行种族屠戮, 怕是很多种族都要从大陆上消失了。 为了帝国的未来, 我提议大家联合发布公告, 皇族竞争禁止牵扯其他无关种族, 非参与竞争的种族也禁止出现在战场上。 银月狼黄忧心忡忡地说道, 原计划是以皇族之位, 调着各大强力种族自相残杀, 巩固他们的皇族地位。 万万没有想到, 打着打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原本应该你死我活的竞争种族, 一个个都挽起了拉帮结派。 很多时候两个竞争种族开战, 打着打着附近的中立种族就被霍霍没了。 一次两次还可能是意外, 发生的次数多了, 银月狼黄就发现了事情不妙。 这哪里是自相残杀, 分明就是借机扩张实力, 故意演戏给他们四大皇族看。 意识到问题, 回过头去一看, 银月狼黄无奈地发现, 貌似自己一家已经无力干涉。 拉帮结派的各族, 综合实力不及他们这些皇族, 却也不是他们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的软柿子。 毫无疑问, 这种私底下串联的行为, 是他们四大皇族万万不能容忍的。 可以! 我完全赞同狼黄的提议, 这些种族实在是太过猖狂, 要是我们不采取行动, 他们怕事都快要忘记, 谁才是大草原上的主人。 光发布一份公告不够, 还必须给他们添一把火, 让他们相互之间真正厮杀起来。 我提议举办皇族争夺大会, 凡是参与竞争的种族都可以报名, 比赛方式为军团战。 划定一片区域, 让参赛种族派出精锐军团, 进入其中猎杀对手, 哪个种族的战绩最高, 就由哪个种族成为新的皇族。 英人黄冷漠地说道, 四大皇族之中, 就数他们的武力值最低。 要不是拥有飞行能力的种族 都被他们霍霍完了, 地位也不会这么稳固。 然而这个世界终归是弱肉强食, 一些实力接近英人族的种族, 已经不怎么买他们的账了, 不听话就毁灭。 在种族利益面前, 帝国也必须要绕路, 这些有实力威胁他们皇族地位的 强占力种族, 都必须要打压下去。 以军团战决定皇族归属, 完全就是逼迫一众强占力种族 自相残杀, 哪怕分出了胜负, 也免不了实力大损。 即便是顺利成为皇族, 也很难在帝国之中拥有话语权。 英皇, 各族的掌权者都不是傻子, 要是这么干的话, 反事怕是会非常大。 越是进行逼迫, 大家的反抗力度就会越大, 搞不好各族会抵触, 拒绝参加这次。 不等雄人皇把话说完, 英人皇就打断道, 雄皇, 这有什么好怕的? 那么多种族, 总会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 反正空缺的皇族之位只有一个, 想要上位, 就必须进行厮杀。 要是有种族不参与, 那就直接取消他们的资格, 并且将他们列为重点打压对象, 找机会和我们四家之力, 一举将他们覆灭掉, 正好拿来杀鸡儆猴。